日本政府原定明年10月要调涨消费税 不过现在是确定要延后了 那么这也呢 连带也让明年度预算案的编列延迟 那么这个居高不下的国债 对于日本财政带来的沉重的压力 国际信贫机构的降频动作 是不是会让这个日本政府的财政整顿 更是雪上加霜呢 今天的焦点纵横我马上为您解析 吴教授您好 您好 目的将日本国债评级下调一档 这是2012年以来 日本国债首次杯甲主要评级机构下调评级 目的认为围绕债务消减措施的时机和效力的不确定性 是日本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风险 想要请教老师您是否也认为 日本的财政整顿变得越来越困难 是日本原来安倍在上台 然后他射箭 那个安倍的经济学 那前两支箭 其实就是要用这个简单来讲 还是印钞票然后来刺激经济 要使那个经济活络 那原来是希望那个经济活络以后呢 然后这个经济成长能够往上 然后呢就是这个税收它会增加了 然后来因为我们晓得这个财政啊 就是一个要开源 一个就是节流 然后最后达到这样的财政平衡 那日本的这样的日本的债务 政府债务其实是非常严重 因为在先进国家它是排名第一的 它的国债呢 跟它的GDP比起来啊 其实是两倍啦 所以其实是非常严重 那原来呢这个财政啊应该是 我刚刚已经讲了要平衡 那现在呢它没有办法平衡啦 因为它现在其实各国啊 大概说用了还是用这个凯因斯啊 这样一种理论在做啊 尤其啊是相信这个赤字财政啊 或者说所谓的功能性财政啊 就是利用政府 然后做一些投资来刺激经济啊 但是呢在日本其实已经没有办法 然后做下去了 因为我们也知道啊 日本从1980年代这个末以后开始啊 这个泡沫经济 然后就跨下来啊 已经20年了啊 然后做后变经济是昏经济 然后安倍上来 它还是用老的这样一种方式啊 然后要刺激日本的这样一种经济 然后它这个两支建设置区呢 短期啊好像有一个好的效果 但是呢在第三支建设置区 就是把这个消费 消费税啊就是税率提高到8% 那个情况其实不好啊 不好啊 它赶快停止了 又说18个月以后才要 然后现在又把这个国会解散了 所以它现在这个政治 其实碰到很大的这样一种这个问题了 那它还是希望呢 能够用这个经济 然后来解决它这个政治的这样一种问题了 但是还是用老招啦 所以是不可能啦 所以日本的这样一种国债呢 再继续啊还是会这个增加下去了 所以穆迪它是看到这种情况 所以呢就把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平等啊 往下降啊 那有没有这个翻身的余地呢 如果它还继续用这一种老招的话 那我是比较悲观了 看起来呢 它的情势啊还是会越来越不好 那个债务会越来越往上了 那对这个日本经济啊 其实是不好的 所以我不希望安倍再这样下去了 因为不只对日本不好 对这个全球也都是不好的